第一法 应该双座 家父座 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 你两手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手在上面 左手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整个鸡嘴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 并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这个经部 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尖笔就是后仗 或者是素仗 第六个 就是我们双目即时必见 第七个 就是舌头 地上伤害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舒适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就是做一会儿 就是右手的坐金刚拳 这个右手呢 就是压着这个大腿的 动着的那种动力 然后压着那个大腿的梗 左手的话呢 就是什么三国金刚树一 就是压着这个作笔以后的话呢 就是从那个右鼻孔当中呢 就是出这个三次气啊 出三次气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心里面呢 就是观想 就是从无事以来 就是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 一切罪业的话呢 就是以那个白色的这种气体的形象呢 就是往外排出 出这个三次气 这样呢 就是从右手的话呢 这个左手呢 就是做那个金刚拳 也是压着这个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呢 可以说压住这个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的 出三次勾气 就心里面观想啊 从无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呢 就是以这贪心为主的 所作的一切罪业呢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呢 就是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呢 就是排这个三次气 双速度这个 做金刚拳 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啊 同时呢 出这个三次勾气 出三次勾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啊 就是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事以来 以这个痴心为主 而所造的一切罪业呢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来 就是往外排出 这样呢 就是排这个三次气 就开始念的 还有这个延启舟啊 作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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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法国我通过四个方面来学出 就是神念珠 受念珠 然后下面讲心念珠和法念珠 那么其中神念珠已经讲完了 下面讲第二个受念珠 那么所讲的内容就是 受念珠分四个方面来讲 受的自信 它的本体 还有受的因 它的因处 受的对境 再加上第四个问题就是 执着受不成立 也就是说 它的果吧 从四个方面来进行剖析 那么第一个 受的自信 我们人们苦受乐受的自信 其实也不成立的 分两个方面 生意当中受不成立的道理 然后修分别它的对质 受的对质到底是什么 就是分两个方面来讲 首先 生意当中受不成立 也是分两个方面 折破的例证 然后破它的回答 分两个方面来讲 首先第一个 我们要觉得受的道理 首先必须明白 到底乐受苦受在本体上是成不成立 对这个进行分析 分析的时候 原诵当中这样说的 苦心若是有何不顺积乐 乐受则甘荡何不皆有苦 他这里说 苦心如果是是有存在的话 那么这个苦受为什么不放害 为什么不损害极为的快乐 我们的快乐为什么是不会损害的 因为乐不可能在本体上 或者物质上存在的 如果乐是在外面的外境上存在的话 那么感美的饮食等等 这些因缘为什么不能解除我们相续当中的忧愁和痛苦 宗旨的虐意应该这样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经一国的说明 我们首先作为人们不愿意接受的痛苦来进行分析 进行分析的时候 极个别的有部众和 或者说外道和世间人 他们认为所谓法的本体应该存在的 尤其是痛苦 痛苦的本性是存在的 如果痛苦的本性不存在的话 那么我们相续当中怎么会是 它是经常出现的 它怎么会是能对自性的这种 本体还是有所损害 为什么这样 因此认为痛苦是存在的 但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为什么呢 如果你所说的痛苦真是它实质性的 就像外道所承认的 常有也好 或者说是其他教派所承认的 它是实有的存在的话 那就是有这个过失 有什么样的过失呢 因为它是实有存在的缘故 它为什么不能在你相续当中 所产生的快乐 为什么不损害呢 就是这个快乐 如果说痛苦能损害快乐的话 那么一旦我们相续当中 产生了一致痛苦的话 这个痛苦永远都是 安住在他的心里面 这样一来 这个人从来都是在他的心里面 不会产生一个 非常快乐的时候 无论是他遇到了 什么精彩的节目也好 或者是乐意的这种对境 什么样的快乐都是 在他门前出现的话呢 因为痛苦的 本性存在的缘由 将你的所有的快乐 全部都摧坏无欲 这样一来 那你这个人永远都是出迷苦脸的 永远都是闷闷不乐的 在一刹那间 一瞬间也是 不应该有一种乐受了 但是这一点 我们在实际生活当中 绝对也是不可能的 今天就是特别痛苦 非常伤心的人 明天开心得不得了 我们有时候记性子 有些人一会儿哭得大声的 一会儿吓得哈哈哈哈开始 到底是他的前刹那的苦声 还是后刹那的小声 也分不清楚的 有些人也有这样怪怪的 那这样也是不合理的 如果我们反过来说乐 所谓的快乐在本体上也是存在 那为什么不会伤害 极其的这种痛苦 这也是可以转换特意 反过来这样也是重要的 同样的道理 乐肯定并不是在 我们心的自信上存在的 如果自信上真是存在的 那永远也是快乐的 不会变成这种痛苦 因为这是物质的自信 如果真正是他的自信 那就不能有改变的 龙猛菩萨在《中论》当中也说了 若法实有心 后则不应修 心若有意想 事实重不然 也有这样的教证 意思就是说 任何一个法 如果它有一种固定的特性 固定的本性 那么它的前面是怎么样呢 后来也是怎么样 前面是存在 后面不可能存在 这种情况是不合理的 再说 如果它的心真是存在的话 那就是我们所谓的异性 也就是说 一会儿痛苦的本性 一会儿快乐的本性 一会儿涉数的本性 这种变化实际上是不合理的 这是绝对不合理的 因此通过我们教证和理证来进行观察的时候 人们认为这种苦的本体是私有 其实是一种分别妄想 就是并不符合实际的这种真理 同样的何要因此不合理的本性 不是甚至是并不合理的本性 包括本性的国家 我们厘前一套讨论的本性 是不能追尽的本性 但是我们想要进行观察 是什么意味的 为什么该问 不是很适合受的本性 我们在观察 感谢观看 所以我们下面在进行分析 就是脱皮着回答 若为苦强过不觉彼乐说 极非命那心云何可为数 那么这个刚才我们也讲了 所谓的痛苦不是真正自信存在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安乐存在的时候你的痛苦跑到哪里去了 当时我们这样讲的 但对方认为所谓的乐也好 苦也好 这些本性应该是存在的 但是我们感受痛苦的时候 比如说人死了 然后正在痛苦失神的时候 别人给你拿的巧克力喝 别人拿的或者快乐的东西 你始终是心转不过来的原因 因为痛苦太强大了 痛苦太强大的话 那原来微不足道的一些快乐 虽然在他面前显现 但是已经压抚了他 就像我们太阳升起来的时候 阳光非常的强 然后其他天上的一些群星的光 虽然是存在的 但是被他已经压抚了 已经隐漏了 已经覆盖了他 同样的道理 当我们感受特别强烈的痛苦的时候 细微的乐应该是存在的 但是把它已经覆盖了 或者说 当我们特别快乐的时候 心里面有一点点的痛苦应该是存在的 但是也是已经压抚了他 对方认为苦是很强烈 反而隐漠在他当中的说法 是不合理的 因为当时你如果没有拿手 没有接纳 灵手的话 那不是手的心 非灵纳心 如果你没有接手 没有灵纳的话 那不是手的法相 因为手的法相 我们以前学过《入中论》 《入中论》里面也说了 舍相未变异 手是灵纳心 手的这种法相 其实这个戒呢 原来我们《俱舍论》里面 也是说了 手云极为轻感觉 其实这个手云 真正的一种感受 才叫做手 如果我们刚才只是感受到痛苦 而快乐一点一点都没有感受 没有感觉到乐的话 那我们怎么会决定呢 就是说是当时已经结束快乐 结束快乐一点也是没有的 如果你一点也没有感受 那手的这种法相绝对不会有的 如果你即使没有感受 也是可以安立了手的法相 那就是 悉空当中鲜花的味道也是 就是你没有平常 也是你可以说我已经平常了 然后是你的儿子的香味 你也已经感受到了 等等有无数的过失 所以说 我们在这里应该觉得的过程当中 大家一定要认识得到 所谓的手 如果我们没有感受 那不能成立的 这样一来 刚才别人所承认的强烈的痛苦 强烈的痛苦 在那个时候 你如果感受到强烈的痛苦 那这个时候快乐是没有的 有时候自己也是没有观察的情况下 这种痛苦和快乐应该存在 但是应该存在 只不过是自己的分别念这样想而已 实际上一个人的分别念当中 哭是一种分别念 乐是一种分别念 在一个人的相续当中 既是痛苦 也是快乐 这样的现象是没有的 要么刚才的乐和哭 这两个都是不哭不乐的 等死都是有的 完全是平当的 就像我们过程的时候 完全断着的那样的过程 这叫做 称之为是摄受 除了摄受以外 要么是乐受 要么是苦受 所以我们的受 一般按照俱事论的分析 生的感受和心的感受 生的感受指的是 五根寺为主的群体当中 所产生而带来的受 然后义是所带来的受 叫做义受 义的苦乐受 那这些应该详细分析的时候 除了这三种数以外是没有的 这样以后 我们对对方应该可以拨持 对方的这种观点是不合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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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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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是在你在感受非常快乐的时候 这个时候极细微的痛苦应该是存在的 但是我们当时是没有感觉到而已 在它的本体上并没有改变的 比如说我们一碗糖水里面加一点点盐 盐水应该在糖水当中是存在的 但是因为当时糖的味道比较浓 它占的比例比较高 这样以后我们在享用的时候感觉不到 因此你只不过是没有感觉而已 实际上应该是存在的 对方这样认为的 但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其非易出处啊 那这种说法不合理 为什么呢 刚才所讲的一样一个人的相续当中 有可无苦和乐的这两种说不可能存在的 如果存在的话 我们又通过可险不可得的那种推理来进行推测也可以 因为一个人的分别念很容易明显的 在我的感受当中到底是苦还是乐啊 应该是要么是苦要么是乐 除了这个以外 摄受以外没有的 这个我们凭自己的感觉和体验也能发现的 当然有些人可能想是一会儿哭 一会儿乐 也不哭也不乐 也不哭也不乐就是摄受当中 有的时候心情好像也快乐 也痛苦说不上 说不上的话应该摄受当中 那么一会儿快乐 一会儿痛苦的话 你快乐的时候不是痛苦 痛苦的时候肯定不是快乐 这一点我们详细观察的时候可以了解得到 你也不可能说 痛苦也有 快乐也有 这样的一种感觉 任何人也没办法治出来 如果能治出来 看你们谁说一说 噢 我现在的感觉也有痛苦 也有快乐 这两个很明显的 就像是牛角一样存在 恐怕任何一个人 也是举不出来这个例子 那么如果你觉得 乐的感受是比较强烈 而苦的感受 就像刚才糖水里面的烟一样 一点一滴地存在的话 那这是你的分别念的想法而已 这是说说而已 语言的说说而已 实际上是不合理的 为什么呢 苦和乐实际上是两个香味的心态 当一个乐受存在的时候 苦受应该会消除的 尤其是你如果是 强烈的乐受存在的话 在他的面前 苦受不可能存在 调象水里面的酷尔电视线盖 谁不太得心 像他在阳尤雷叮长的程度前当要是 比较打得胶尽的arz衣郁 或是低连议 他与这里面的酷尔电臣络 对于是阳尔电视线 这一样的高度 在身边的柔寨 这一样的 写上又是阳尔电视线制线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下面就是说 未必机遇了 对方说这种痛苦虽然是一种细微的痛苦 它的本体应该是有一种快乐 它原来是一种痛苦嘛 它这种痛苦实际上是比较特殊的 它形象上变成了一种快乐 但实际上它的本体都是痛苦的 比如说白色的玻璃旁边放着一个红色的布 结果被布的颜色所改变了 然后玻璃也就变成红色 它认为玻璃的本体是白色的 但是因为外面的形象变成红色一样的 本来它的本体是痛苦的 但是因为勒索是非常强烈的原因 受到它的影响 变成了另一种快乐 比较特殊的快乐 对方这样认为的 但这样认为以后 作者下面破它 为苦其非了 那这样的痛苦 其实只不过是你们名称上说的细微的痛苦 实际上难道不是已经变成了真正的快乐了吗 为什么呢 因为它现在显现上已经变成了快乐 刚才你说玻璃上的布 其实那个玻璃并不是颜色 本体都是白色的 当你的眼神面前显现什么呢 按理为这个颜色 应该是这里颜色 只不过我们心里面想是 原来它有一个白色的东西 这是我们分别联来讲理的 当时你在眼神面前 所觉得的东西 应该是它的一种现象 它的现象只有这个颜色 所以说你当时如果感觉到快乐 那就原来的痛苦 全部都已经没有了 这个道理你完全都要明白 这样一来 我们第一个就知道 这个乐和苦在心的本体上 它并不是实有存在的 第二个 外道所承认的那样 在外面的物质也好 外面的生活上 也并不是所谓的乐和苦 真实存在的 只不过我们分别联的一共 这个家乡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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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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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因缘 或者说是他的一种力缘 就是对他进行造违缘 本来我这个很痛苦的 但是我今天因为遇到了非常开心的一些事情 这样以后我心里面的痛苦不能产生的 所以这种痛苦本性上是应该存在的 但是因缘不具足而不产生 对方如果承认这样的话那就已经好说了 现在就因为此其非成立分别是属实所 那现在不是已经成立了 成立了什么呢 所谓的分别念才能感受这种痛苦或者是快乐的 因此我们现在一切的根本就是归根基地 就是在分别念上面 我们这个分别念认为它是好看的话 对你带来一种快乐 然后我们的分别念它是不好看 就是很粗恶的东西 这个时候当你产生了一种痛苦 这个分别念当然是 它有自身的一种实有的执着的原因 还有与它同时的一种覆盖的这种习气 就是颠倒的这种错觉 用这些种种的因缘 就是我们的痛苦和乐在随时都是可以产生的 但它的产生一定要依靠 就像《众论》里面所讲的一样的 这个因缘的聚合 如果因缘不聚合的话不能产生的 而当它因缘聚合的时候 痛苦和快乐都产生的 这是我们佛经当中也是诸法因缘胜 诸法因缘胜的教理也是完全是这样的 实际的一切痛苦 全部都是以妄想自作来现前的 《华严经》当中也是说了 一切苦乐颠倒花 忘取索取骨 意思就是说 世间上各种各样的痛苦和快乐 这些都是颠倒的分别念 就像幻化一样的 全部都是虚妄的能取所取而引起来的 所以我们现在世间上的成千上万个人 恐怕是不会知道的 还有佛陀在《如来新仙经》当中也说了 一切诸有世界所作性思想所化 皆是一切苦乐颠倒 所以这些有关经典里面的教言 应该知道世间上的各种因缘 各种思想所化出来的现象 全部都是颠倒的一种分别念 显现的苦乐 实际上苦和乐的本体真实是不存在的 如果苦的乐本体是真实存在的话 那么我们平时 比如说《经济报道》里面所讲的那样 一万岁的话 那么天人感觉到他是甘露 相守之后还是产生一种快乐 而地狱众生是一万岁的 每一个围城对他带来的痛苦 变成燃烧的这种铁匠 就是铁匠 然后饿鬼众生和路道众生 都有不同的这种感觉 虽然是一个对境 但是这个对境对我们带来的这种 和果都完全是不相同的 在bul种検来的这种感受 和音乐的这种感受 我们下来一种感受 去干扰的这种感受 然后再一种感受 要发生的那种感受 比较低运的这种感受 theaters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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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